佛经上讲的颠倒错乱 就是说这条事情 学佛不容易 求老师我们也具体介绍了 现在眼前找不到好老师 有修有正的老师找不到 找过人 学孟子 学偶叶大师 偶叶大师当年在世学佛 他非常佩服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已经完成了 莲池大师的著作在 他就读莲池大师的书 学莲池大师 他真学成功了 学得很像 所以莲池大师 是进途中第八代的祖师 偶叶者是第九代的祖师 学得真像 以古人为老师 那我们学华音 我们以谁为老师 我们以青年为老师 以礼长者为老师 我们这两位老师 我们这两位老师 以道配禅师做学长 这是好学长 他来当祖教 清良跟黎章这是教授 到配禅师担任祖教 来协助 我们怎么会不成就 其入境界之后 有问题是学华音 学华音 你一定会走 善财童子的路 走善财童子的路 一切众生 情与无情 都是我的老师 这成佛了 不要等来生 一生成佑了 华音经上说的 清与无情 童年种之 有情众生 是我的老师 是如来实现的 无情众生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没有一样不识 祝福菩萨实现 来读我的 这是善财 学佛的心 善财 学佛的态度 这个世界上凡夫 只有我一个 学生就是我一个 所以善财 没同学 他的 离近 赞叹 财 财 中养才达到究竟圆满 为什么呢 各个都是我老师 花草树木都是我老师 都在那里实现 把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向好 通通展现出来给我看 从这个地方 我说的 那么接着跟我们讲 发心后发 发心 入土 土是过土 这个入土就是要走进社会 要跟社会 一切众生 接触 你不接触 你学不到东西 你不接触 你不能帮助他们 接触社会 过行 过夜的大众 是一个什么心态去接触呢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你在社会大众 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我起心动你 这个念头对社会大众有没有好处 他们可不可以学我 他们要说 那么不能学我 没有好处 这个念头不能起 这个话不能说 这个思不能做 对社会大众有好处 有利益 这个心可以起 这个念头可以动 这个思可以看 所以修行 觉悟 从哪里开始 从起心动念开始 念念都能够 学己为人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第一次规见的时候 一无色 柔无身 这两句话 孔子都常常讲 很不容易做到 对谁呢 对父母 父母是 常时期的 跟自己在一起相处 一起生活 你每一天都能对父母 活颜月色吗 能够低身一下气吗 这是孝子 孝顺 所以夫子常常讲 色男 色男就是 就讲这段事情 色是我们的 表情 真正 不容易做到 活颜月色 的孝子 真正孝子 才能做到 无论有什么痛苦 不表现在外面 在父母面前 表现出欢喜 能孝顺父母 才能孝顺一切众生 所以佛菩萨 没别的 佛菩萨 把一切众生 看作自己的父母 用真诚心 孝顺心 来对待 众生才能感动 众生才能够觉悟 才能够 信顺 才能回头 决定不逃避 但是 这是有相当功夫 不是促学 促学呢 一入众的时候 烦恼吸气 都起先行 都受不了 这是菩萨 菩萨在这个里面 成就忍辱 波罗米 成就 精进 波罗米 六度 祈求 投一个修布室 这个布室是用内财布室 布室外财 这个活颜月色 就是布室 低声下气 就是布室 做出样子 给人看 在这个里面 慢慢去学习 学习提升 提升到 更高一个层次 明白了 一切众生 跟我同体 同一个发现 老子所说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在佛法里面讲 受访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一心一智慧 领悟唯一 领悟唯一 那么这才能入境界 下面 第七条 为之众生心 药 烦恼 心气固 发行 了法了 为若如来门 了一切法 这个就是 要真的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那你必须要 了解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喜欢什么 一切众生 讨厌什么 烦恼就是厌烦 心要就是欢喜 爱好 无量借来 在六道里头 他熏成了什么些习气 这个要知道 那怎么办 发行了法 了是明了 发行求法 佛菩萨在教学当中 对这一方面呢 就讲得很多很多 我们听明白之后 那细心去观察 六道众生 四圣发戒 细心去观察 是我们在 课堂的时候听到的 哦 在方方面面呢 真的看到了 你明了了 明了之后 头一桩四圈 善法 我有没有做到 不善法了 我有没有远离 自己就得利用 这叫修佛 这叫修佛 本是释迦牟尼佛 具足圆满的 圣法 实现圆满了 诸大菩萨 虽然修实善 行实善 还没有到究竟圆满 为什么 无视无名的习气 还没放下 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我们总算是 这一生很有限 非常难得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们一直在 捷悟啊 下一步的工作是 我们怎样 从捷到行呢 我要做到啊 要真干啊 我才能入门呢 要不然你永远入不了门 当然 所以从捷悟啊 到行悟 到正悟 我们今天学话语 话语内容太丰富了 真假包罗万象 一发都不漏啊 我们学了之后 怎样 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工作 应用在厨师待人救 这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要不是这样真干 华言经不说了 这一生当中 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呢 继续搞六代轮回 就像黄念族老教师 在北京 给他学生 给他学生所讲的 他的一些学生看到我 把话传给我 说老师 在他们面前说 静空法师 要不往生 来生的福报 就太大 太大了 人天福报 那我们想的这句话 这话不少啊 福报大了 很容易造大罪业 没有福报的人造罪业 也造不到 你比如说 你杀一个人 还要偿命 大福报的人 杀几千人 杀几万人 不要偿命 那叫大福报啊 现在不要偿命 将来生生世世 要偿命 现在你福报大 没办法 他不敢 不敢问你要命 你死了之后 你福报没有了 到来生来世的时候 一个个向你逃命 这个我们清楚啊 因果通三世啊 你急事 所修的福报 一生可以想完 这就很可怕 古时候 做了一些帝王将相 没有摄氏以上的修行 得不到这 苦报 命力注定的 真不来的 真来了 还是命力有的 你说愿不愿吗 因果的道理 总是要透彻的了结 为什么呢 我们先是定的 知道这个福报 不好向 所以我们在前面读到 就是前面一瓶呢 在前面 在这个 先手瓶里面读到的 福报 福报 教我们 教我们 也教弟子们 同一个是 不求王位 大明臣 大明臣就做大官了 学佛 学佛千万不能 懂这个念头 去做过往 做大臣 那你就错了 是很容易得到 修这么大的福 但是 你要知道 轮回的恐怖 你就不敢往这上下 要把所修的功德 回向求生进度 那就对了 不但超越六道了 超越十八截了 这叫一了百了 这才是个真正聪明人 但是你要真正能做到呢 你要吃底方向 你才能做到 非常难得了 佛菩萨来给我们做的实现 三年前 深圳黄中常佛菩萨 给我做了实验 他三十几岁 听我讲解 听我讲到 念佛往生 大概只要三年 这个事情 是过去很多年前 我讲解的时候 有同学 问过 出家的同学 听经说问过 净土圣贤路 往生传里面 说的那些往生人 大概 闻佛法 听到净土法门 真正念佛了 绝大多数都是三年 他就往生了 问我一个问题 是不是他们寿命都到了 我的答复呢 如果说他们 统统都是三年寿命到了 这不可能 这讲不通啊 那怎样 那怎么 怎么 为什么都三年往生 他功夫成就了 只要念到 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上辈的人 功夫成片 有九瓶啊 上三瓶 中三瓶 下三瓶 上三瓶的人 就可以自在往生 我有寿命 我不要了 我现在就走 真做得了 佛真来接引 这次讲得通啊 哪有那么好的事 这人都是都是寿命 只有三年 他遇到了 这个讲不通的事情 有可能有几少数 一两个 不可能那么多 所以黄中昌 听到这么一段事情 所以他就说 他的做誓言 他有寿命 也不要了 希望三年佛念的时候 真的能往生 找到向晓丽护法 就在向晓丽那个地方 给他一个房间 做官房 饮食其居 向晓丽照顾 每天给他送餐餐饭 照顾他生活 给他洗衣服 让他什么心都不操 一句佛号 也不阿弥陀金 他每一天就是 阿弥陀金 不知道念几遍 我晓得 大概不多 佛号念了 念到 念十个月 他就走了 欲知实知 没有生病 活化的时候 烧出很好看的舍利 现在他的舍利 做了一个塔 在深圳这个小道场里 念念十个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这个事情不难 到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最快的时间都是一天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你一天佛 真的 身心世界 一切都放下了 一天佛 就能救我 所以说 你的成就 功夫成就 没有别的 你放得下 放不下了 在这里 放下是真的 真走了 所以我一生 最感激的 张家大师 虽然当时教我 我不能够完全体会 我体会得很浮浅 可是这么多年来 在佛法学习上 其而不识 这种体会 一年比一年深 第一次见面 我头一句话 向他老人家请教 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佛法是世间 无比殊胜的大法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叫我很快就起入 神力着急 想很快就入门了 我的问题提出来了 他老人家没有 直接马上到我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两个对看 看了半个钟点 看半个钟点呢 真的 整个身心 统统定下来了 没有忘年 聚精会人等他讲话 他说一个字 哟 这一个字说完的时候 又不讲话了 这个字说完 我耳朵竖起来了 哟 这个时候大概等了五分钟 前面是半个小时 等到五分钟 他老人家很慢 说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我讲的速度太快了 他是一个字 一个字的想 那我们的修养 跟他比是不能相比的 听到这六个字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看得破 放得下 我接着就提第二个问题 请问老师从哪里下手 以后我们明白了 提出问题 他不会离开大分 他必须看着你 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了 他再跟你讲 你情绪不稳定 他不跟你讲话 所以这个教学方法 我们在别的地方 体会不到 他坚持他的原则 对方 如果心服气躁 如果心不能定下来 他不讲 说了没有 他跟你聊天 说闲话 可以 正式跟你打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 他说他的原则 我跟他的三 跟他老人家三年 都是这样的严肃 真的受用 你看 第一天 就把佛法的秘诀 凡夫成佛的秘诀 告诉我 布施就是放下 阿弗汉堂 学了这么多年 我们才知道 才明白 老师这一句话里面的 亦去深广 无尽的 那 佛在经线教给我们 放下职责 你就正阿弗汉堂 就超越六道了 我要想脱离六道轮回 我职责就不要了 真的超越了 放下妄想分别 就超越神法界了 凡夫就成佛了 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做给我们看 叶独明星 豁然大悟 那个没有别的 就是把妄想分别 放下了 真放下了 成佛了 六祖慧能大师 二十四岁 在中国给我做了个榜样 他成佛了 他在半夜 听吴祖给他讲经 讲到应吴所住 二生期间 他彻底放下了 这一放下就成佛了 所以什么都不要讲了 吴祖把一波传给他 叫他赶快离开 为什么呢 基督障碍太多 大家不服 所以叫他去避难 他就问他 问吴祖我到哪里去避难 吴祖指示他 往南方去 他在猎人队里面 隐居了寿年 没人知道 给一批打猎的猎人 给他们烧饭 提衣服 做义工 吃肉变菜 那是佛 那是一尊佛 给这些造业天天杀身的人 给他们服务 以后六族离开了 他们了 现在出家下了 我想那些人都在都了 都回头了 原来我们天天造业 给我们烧饭 伺候我们是一尊佛 是个祖司 这都是有缘的 你说那是多大的佛报 佛来伺候他 那么这些呢 世尊跟六族 都给张家大使这句话 做了证明 看不放下 就是嘛 就是我说门了嘛 不是若大门二门了 是若到最后的那个门 成佛了 这就是凡夫成佛不难 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 与你有学没有学也不相干 这个都不要紧 那所以释迦牟尼佛 实现的是认识字 知识分子 到处去求求 放下去成功 慧能大使 慧能大使实现 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什么也不懂 放下也成佛 放下之后那个境界完全相同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 你念个慧能大使听 他能把里面最深密的道理讲出来 由此所知 最严重的障碍 最大的障碍 是烦恼稀气 但是烦恼稀气不是真的 是假的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讲得好 本就本有 不就本无 本来没有的 当然可以放下 本来有的自然会恢复 所以你要知道 无量的智慧 跟释放祝福一样的 没有四号差别 无量的断难 无量的财业 无量的向好 都是自信本自去做的 只要你肯放下 你就成佛了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成佛 现在放下 现在成佛了 明年成佛 全在自己 不在别人 谁都不能障碍 谁也不能帮助 必须自己 学悟 自己下个决心 念佛堂 堂主 口头禅 常常提醒大家 放下 身心世界 一心成念 这是真念佛了 除了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阿弥陀金要不要念 初学的人要念 为什么要念 几句阿弥陀金 是心 念金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心散乱 忘念很多 今念个三遍五遍 忘念就是 就没有了 少了 然后这个佛号 在得力 一句相应 是一句佛 句句相应 句句是佛 那这个佛号念得相应 念得得力 如果是散乱心 他不相应 不得力 只能在阿赖耶里面 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 他不起作用 所以清净心念佛 他起作用 他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一身阿弥陀佛 那个地方阿弥陀佛 他就接受到了 起这个作用 我们今天讲的是 现在科学里讲 心灵的感应 这个信息 跟佛就通了 如果我们有 咋念在里面 这信息不同 不同我们的阿弥陀佛 受这个感应 外面不行 阿弥陀佛 就加强 念佛的种子 跟阿弥陀佛 跟外界 起不了作用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你也能够了解 烦恼吸气 这个伤害 是多么严重 没有能够相比的 外面什么样的伤害 都很微弱 纵然是 毁掉我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身体烧成粉 伤害都小 微不足道 唯独分别执着 这个伤害太大太大了 让你生生世世迷惑 生生世世受苦 所以懂得众生 回过头来 就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 再回过头来 就看到众生 知道怎样 怎样 帮助众生 那 底下一条 为知众生 死比 身别故 发生信心 为见着身心 无不活业 这就是知道 六道轮回里的众生 人到里面死了 他行善了 天到上身了 他照卧 地狱到身了 你对于这些现象 看得清清楚楚 夜莹果报 丝毫不爽 那么你的信心 就生起来了 发心 身心 信什么 信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然后你再相信 一银一酌 莫非千叮 谁叮的 自己叮的 不是佛菩萨叮 也不是上帝叮 也不是神恶王叮的 谁都干涉不了你 你自己造什么样的 因 你自己受什么样的 报 那别人害你 别人害你是你愿意接受 你不能怪别人 因为你可以不接受吗 你为什么相信他 所以你不可以怪别人 怪自己 怪自己糊涂 怪自己不认识人 你怪别人 你怪别人 错了 心又不得 返求助己 自己才真的 毁得了头来 那个卧人 在诱惑我 那个卧人是我自信变现的 是我的卧业 才能造成的 与他不相干 他根本不存在 你能这样想 这是真知真见 你要把这个罪恶都推到别人的时候 这是邪知邪境 你不知道 唯心净土 自信谜土 那个人都是善人 自信变现的 自信的善人 那我人是自信变现的我人 那我们自信里面被远无了 远无就有善的习气 我的习气 所以祝福菩萨是自信变现的 所有一切现象 有情众生也是自信变现的 无情众生还是自信变现的 离开自信 无有一法可得 这是真知真心 千万不要以为 自信之外还有一切万法 那叫邪知邪见 那就错了了 要记住 谭经上讲的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个万法里面包括 有情跟无情 所以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你生起信心 为自己 为众生 或者不为自己 为众生 在六道里头 也要实现一个好样子 帮助众生回头 帮助众生回头 所以要让见着 看见你的人 听到你的人 接触你的人 都能生信心 都能得理 第九端 为知众生 诸根 新行故 发心 诸事 为神力诸事 敬畏来接 这一条就是 大慈悲心 像地藏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事不臣服 现在我们发这个心 做不到 虽然做不到 不能没有这个心 所谓是 心有余 而力不足 我真有这个心 我能力做不到 为什么呢 业障障碍了 业障消除 就能做到 永远不离开 苦难众生 那你就不能怕苦 你不能怕难 你在苦难当中 要做出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给众生看 帮助众生 救 帮助众生 回头 发心 出事 世间有灾难 没错 众生受灾难 你也不受灾难 就像 佛在 法华经上 所说的 这个世界 又 沉住 怀空 释迦摩尼佛 所居住的 这个地方 没有 沉住 怀空 释迦摩尼佛 的 是 宝 专业图 一丝毫 没损坏 他住的 那个 舍暴 状元图 跟我们 这个世界 不同 空间 维持 在不 在一块 在 这个 不好 动 那 我们现在用电视 屏幕 我是 几十年 没看过电视 听说 国内现在电视 有几十个频道 早年 我在美国 美国电视 有一百多个频道 一百多个频道 同在一个 荧光幕上 你按哪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 就出现了 你就看到了 没有按 看到的 他也在这个频道 你看不见 你不能说 他不在这个频道 你换个频道 这个频道不见了 另外一个频道 显现了 佛法讲的 迎现 有云 他现前 没有云 看不见 他在 不能说他不在 所以这个频道 乱了 天下大乱了 这个频道 你按下去之后 看着 里面 模模模模模 可是另一个频道 另一个频道 他一点没障碍 你看到的景象 这个 阴神色相 清清楚楚 好像这个频道 被电波干扰 画面 阴神 都不清楚 但是 另外一个频道的时候 一丝毫干扰 没有 用这个比喻 容易懂 这个世界 众生做不善 在这个频道里面 是世界毁灭 而释迦牟尼佛 住的那个频道的时候 那是一点 不曾干扰 跟这个道理相同啊 如果我们 不要说别的了 你只要能做到 执着放下了 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这个地球上 整个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不受到影响了 你的境界提升了 欲界天地受到干扰 你不会受到干扰 因为放下执着 是阿罗汉 他超越六道了 六道里面 这些频道的时候 统统都乱了 全都受干扰 受破坏了 可是六道之外 四圣法界 一丝毫没受干扰 后宽 如来 狗地上的 舍暴 转印度 他怎么会受到干扰呢 那么由此可知 放下是 放下是多么重要 整个佛法 在修学上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帮助你 看破 就这年乏了 相扶相承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你放下多少 你提升了多少 你看破了多少 你明白了多少 莫合一条说 为之众生 三世习苦 习是习气 发心之恨 去什么恨呢 为普贤恨 尽之一切 这个不念行 行是名词 念去神 念恨 恨是动词 就是真谛 是普贤菩萨了 普贤菩萨的刚临 就是花音经上的尸条 我们一般称为 普贤神愿 十大愿望 这是普贤菩萨修行的 总纲领 总原则 那要是展开呢 这个十大愿展开 就是全部花音经 全部花音 在学习的这个 归纳飞 十条纲领呢 就是普贤十月 真谛 真谛 那么头一个 第一个 恭敬 离金 祝福 所有业细众生 都是福 蚊虫蚂蚁 也是福 蟑螂老鼠 也是福 一切有情众生 都是福 然后再展开 无情众生 花草 树木 山河 大地 全是福 为什么呢 花音是 情与无情 同缘众之 所以这个礼禁 就是一切恭敬 没有业法 不是恭恭敬敬的对待 所以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菩萨不修普行行 不能臣服 臣服 一定要修普行行 那么净土宗呢 净土宗全是修的普行行 你看这个 下楼的汇集本 无量寿集 第二瓶 得尊普行 第二瓶还是续瓶的 还不是郑敬分 跟我们讲了 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社方去往生 都是修普行大事之德 全是修普行行 所以华 这个华严禁大方 广佛华严禁 在极乐世界 圆圆满满的落实 华严禁大事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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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列入四经后面 成为净土五经 净土经就圆满了 以后再没有法子再进家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修净土的人 决定不能疏忽 不信心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死了 了解